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詞 詞 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這是什麼意思齁 這個是針對你剛剛的奧乃爾檢測的一個問題 你剛剛的奧乃爾檢測 你是不是發現每一個人 都會有他一個奧乃爾的值 對不對 X 軸 Y 軸 或者是他在 Inferential 上他的數值 對不對 他是針對每一個點都這樣計算 那我們剛才說他的計算方式是 一般而言 這些奧乃爾的值得方式 都是把這個點放進來 跟他拿出去 他對於整體的影響有多少 對不對 那可是 可是 如果這個奧乃爾不是一個點 他是一群點 而成功 他是兩個以上的 在這裡 當我在算 第四號 是不是奧乃爾的時候 我在算四號 是不是奧乃爾的時候 我整體模式 三還是在裡面 我在算三是不是奧乃爾的時候 四號 挖在裡面 所以他可能會造成 散熱四號 好像不說來 可以懂得意思嗎 因為我們每一個 雖然這個點出來 我就把這個點放進來 讓他拿 放進去跟拿掉 看到的差異 放進去跟拿掉 看到的差異 可是我把這個點放進去 拿來 他的好朋友還在 對於整體模式的影響都愛在 那這兩點 假設我是個五個點 那你會把這個點強引大 OK 那我們這個叫 cluster parent data point 就是 這個奧乃爾它不是一個點 它不是幾個 一群的出現 那這個部分 就需要你看圖表 就是我們剛剛說 Sky的話 你剛剛看到那個分散圖裡面 看一下 娛樂圈這樣有 有到特別注意一下 那他沒有一個特別的解定方式 那第一個像他會有附近 好 然後再來注意一下 再來看 看看他的一個 就是 判斷他實際是可能 不要死到奧乃 通常情況不會斷出 那 比較難決定的是 跟你知道他是奧乃爾的時候 你要怎麼辦 你發現你可以看到 兩個點是奧乃爾 你會做什麼事 你的data cell 那兩個點是奧乃爾 而且你確定 他不是屬於處理 它是他的腳踏 第一件事 你千萬不能顧慮它 因為你不顧慮它 你的 agression line 就是會受到影響 那是第二件事情 你也是 should not be automatically illuminated 因為你 他不可以 絕對不能 被你自動的data 你沒有原因 你把它判斷就是 你在modify你的data OK嗎 不能隨意刪除資料 除非你有正當性 所以你確認 你不確定他是輸入錯誤 你不確定他是輸入錯誤 你不確定你是測得錯誤 你確定你是測得錯誤 你說你要測的是 青少女 結果這位先生 他是個80歲的老先生 那他不適合進去 你一遍把他移掉 但是如果你沒有一個明顯的原因 你把它拿掉 這是不行的 等於人家會發訊 你的測量就是這麼多 那他沒有控制的影響 那是你再傳染的資料 這是違反案的 那怎麼辦呢 第一個是你先判斷 你有過他到底是否應該會允許 因為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要算是這個大多數的人 那這個人其實跟一般人 是很不一樣的 那你把它包含這樣 你浮到裡面 其實什麼對於你去知道 只是不是有限的 那可是假設 你不包含他 但是大多數人是這樣 你有一些幾個人 或是一個人 他是代表的是少數 你把它拿掉 那你data的類化性 都不能少 所以他其實是個兩行的議題 那最正當的建議 是這樣說 你可以跑 你要射向你的高大 一次是include你的outline 一次是include你的outline 所以比較有色號 有沒有差異 那在你的評論 你會知道 如果有outline 但是如果 這個outline 他不是資訊 他不是資訊 他可能代表的是 沒有一些資訊 他當他在我分析的時候 這個分析就是這樣 當他拿掉 不在的時候 我的分析就是這樣 通常 如果你資料 人數夠多 然後他只夠有資訊 outline 影響是很大的 你放進去那裡 他可能影響就很大 可是也有可能 你會知道 照著哪一行 這邊不行 所以比較正式的方法 其實可能會 障礙在跟不在的時候 都跑相同的回歸 相同的檢弟 然後看他這個 你一定要做一個pull 再來 另外一個建議方 就是你可以不要用回歸 你用其他的方式 或者是 你原本是演訊論上 你是一分到十分 然後到運動式 一分到五分 就是有某一個人是十分 那你可以把他 就類別的歸類 就你在旁邊演訊論上 你可能跟你類別的歸類 你可能兩分到一分 一分 一分到一分是一組 兩分到三分是一組 四分到五分是一組 然後六分到七分 八分到九分 然後做成類別的 就把他原本的便利量 稍微小 重新扣移的回答 這也是很小的 那這都是一個trade of 有得必有失 有失必有得 對不對 你可以用這個方法 解答他是奧賴理論 但同樣的就是喪失 喪失了一些 你能夠用來的 變利量 可是世界上 真實世界就是 很多人都要有一些取捨 OK嗎 OK嗎